以前就是會覺得說 不要太耍寶 就要注意形象之類的 對 形象 然後就是要 要端莊 要優雅 端莊 然後要有氣質這樣子 可是你的個性裡面 有耍寶的那一部分嗎 有啊 有 真的嗎 很寶的 真的嗎 你跟我很熟嗎 對 感覺 你覺得分手之後 還能不能再成為朋友 看狀況 比如說什麼狀況 因為我覺得這種 也不是單方面覺得OK 就去勉強對方嘛 那如果 其中有一個人覺得說 我不想跟你當朋友 最好不要再聯絡 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但是我覺得分手以後 可以當朋友是很棒的事情 我覺得分手的那一段時間 彼此間一定會 互相覺得 一些怨氣還張開 當然不可能 一劈完腿第二天變朋友 那幹嘛 所以我譬如說 我昨天跟小康是男女朋友 你是我馬子 然後我批完腿 小康你好 你好 舒服吧 舒服吧 舒服朋友 舒服朋友 這樣可以嗎 很難吧 這樣當然不可能 還是要經過時間就對了 一定是心情比較平復之後 OK 對啊 不然也太奇怪了 你有這種案例嗎 就是我前男友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好朋友 有啊... 有嗎 你有沒有 有...你有沒有 沒有 你看 是嗎 不是... 我以前交女朋友的年紀比較小 然後我後來交往這幾年 大概就一個嘛 所以我剛剛就前提一下已經講了 年輕人交朋友 不要太衝動 對 當要分手的時候 就不要怪對方 其實女孩子喔 是不是比較小心眼 因為女孩子好像不能接受說 男人跟你分開之後 很快速的就去交了一個女朋友 他們會覺得被侮辱 會這樣嗎 我還好啦 那妳覺得呢 我會生氣 可是已經分手了 那怎麼辦 但是會覺得... 可是我祝她... 我會祝她那個... 可是會... 可是... 可是... 可是我... 我覺得女孩子在聊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很客觀 很可以侃侃而談 可是當她本身遇到的時候 沒有辦法 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 完全是喔 現在說一... 到時候一定說一百 完全是兩極化 說的也是喔 但是男孩子比較不會喔 嗯... 男孩子比較會... 不是說我們男孩子多大方啦 但是當男孩子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 可能會就是... 比較... 比較平衡一點 就算了 會覺得下一個會更好 以妳的經驗 妳分手之後 妳大概多久的時間 才會交下一個男朋友 還是說妳有多快的時間之內交了男朋友 沒有嘛 妳一定要碰到才行啊 那妳如果說 我不是那種 比如說我分手之後 我要交另外一個男朋友來... 來填補一下 對 我不是那種 我一定是要真的碰到一個喜歡的 那萬一第二天就碰到咧 妳能接受嗎 OK啊 那很好啊 表示很... 運氣很好 那是什麼星座啊 天蝎座 天蝎座怎麼樣 就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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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哦不是抖 我就... 哦... 不知道怎麼講 我也不了解 新座大師 你們說現在在一起 那妳的男朋友也跟... 妳以前的... 他以前的女朋友很好 是朋友 妳覺得可以嗎 就是我現在如果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跟他的前女友聯絡 對 是好朋友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會吃醋嗎 會有一點點啦 多多少少會嘛 對 可是... 因為這種事情沒有什麼好去... 一直計較的啊 對啊 因為如果我去跟他講說 妳不要再跟妳以前女友聯絡的話 我覺得... 也... 不太好 妳們女人看到就是... 妳... 前男友的女朋友的話 妳們會比較嗎 他 哦... 穿高跟鞋比我高一點啊 哦...高跟鞋 這樣子 哦...OK 那我也有 會不會講 心裡就有一個那個... 勝負那個 對 會不會 自己心裡做表格這樣子 對... 勝... 三圍勝 對... 身高勝 學歷勝 會有比較的那種心態嗎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啦 會喔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女生種類很不一樣嘛 很多種不同的 那...我覺得就是... 不能放在一起比 對 就是看... 看自己的... 優點在哪裡啊 比如說... 是不是氣質啊 或者是什麼 之類的啊 在這邊要跟所有的男男女女 講一下 其實失戀絕對不是天塌下來 也不是世界末日 嗯... 雖然很痛苦 這個我們都有經驗 妳沒有啦 我們都有經驗 我為什麼沒有 妳...妳有試過戀啊 都是妳不要人家的 不... 應該是... 不是嗎 妳自己講的 我們沒有造假的 這禮拜要做這種的就對了 不是啊 這時候妳... 我們看VCR 你看 喔 真的耶 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就是大家都經歷過這個痛苦 但是... 當這個苦痛一過了以後 其實那個... 烏雲又開了 就沒事了 對 對不對 沒錯 我們現在看看... 好 書姐小時候的樣子 來來 唉呦... 唉呦... 這是男的吧 唉呦... 我小時候真的被那個... 當男生來癒養耶 真的啊 因為... 生了兩個女生啊 那我爸那時候就很希望... 可以有一個男的 所以我從小就是被... 比如說打扮什麼都很像男生 看得出來從這一張 我的天啊 小黑人 唉... 妳們學校這麼... 這麼好玩啊 那國小 妳們學校這麼好玩啊 我忘了那個是在哪裡耶 這麼多這個... 哇... 那我每天不逃學 天天在那邊 妳是牆 所以應該是出去旅遊吧 好像是啦 好像不是在學校 學校應該沒有那麼大 不是啊 我們當畢業有這種牆啊 那個... 那時候看就不一樣了 小時候看了這個 我腿好長喔 還是穿高腰的關係 你也太高腰了嘛 你以前沒穿過高腰 有... 以前大家都是高腰的 高到哪裡 我... 這裡 對 我的高到這一鍋 以前我爸是什麼 穿褲子一定要穿到肚臍以上 他就沒有精神 軍人都這樣想 前兩天我媽媽說 彭彭啊 你... 櫥櫃裡那十幾條牛仔褲 你都不穿啦 我說不要 我要買新的 那高腰穿起來 腿看起來很長啊 穿高腰的 你懂嗎 現在流行低腰好不好 拿去送人 他說你現在穿高腰看起來 腿很長啊 等一下 你穿再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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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育女... 育女都要做這樣的姿勢嗎 請問 嘴巴還要這樣 對... 那個是那個年代的那個 對 什麼那個年代 不是... 這是春道的年代 對 乾乾淨淨有氣 很陽光 幹嘛講到剛洗完澡啊 是不是嘛 穿這個浴袍嘛 就是感覺清... 清... 清清... 舒服的感覺 乾淨啦 她當下槓的育女出身 是 請問那時候育女很辛苦 是不是被規定很多事情不能做 譬如說不能吃檳榔啊 不能抽菸啊 現在有吃檳榔啊 這個也太抽菸了 你沒有必要到那個地步啊 對... 吃檳榔 沒有 我覺得就是會 媒體會幫你歸類啊 就是會給你一個稱號這樣 那我有一陣子 其實真的有一點排斥 育女 育女 太累了 就覺得自己個性沒有那麼優雅 你知道嗎 然後有的時候 就會想說要不要做一點什麼 不是育女做的事情 突破一下 那個時候公司會不會規定說 不能談戀愛是一定的嘛 不會啊 不會啊 我從來沒有被規定不能談戀愛耶 那談戀愛不能公布 也不會啊 也不會 那會不會規定你們不能上公司 什麼 什麼 太跟平靡在一起了 不會耶 我沒有被規定過這些事情 那你覺得規定裡面 你最不能接受的 以前啊 就是會覺得說 不要太耍飽 就是要注意形象之類的 對 形象 然後就是要... 要端莊 要優雅 端莊 然後要有氣質這樣子的 可是你的個性裡面 有耍飽的那一部分嗎 有啊 有 真的嗎 很飽的 真的嗎 沒有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你知道一個諧星 絕對感覺到 另外一個諧星的那個 白癡 對 白癡 就像我剛剛都看到圈魂 圈魂看到我 他也知道我哭不了多久 一定會崩潭的 你知道嗎 好嗎 這樣子